有個苗栗的病人來保安復展一個做食管銀耳 但是他在做食管銀耳前曾經在苗栗某一家區域醫院 做了三次人工 四次食管都沒有成功 那為什麼在那邊做那麼多事 因為他的子宮頸癌第一期是那家醫院把他診斷出來了 所以他就想說在那邊做食管銀耳 但是沒有想到 一直都失敗 後來他就Google上網就說 有沒有那種一次就成功的食管銀耳中心 不曉得他Google引擎就把他導引到博物部展科來 我們也不負他的期待 一次就成功 但是困難的在後面 因為他子宮頸還被切掉一大半 所以勢必子宮頸從3.6公斤就變短了 在21艘的時候破水 然後在那家去醫院待了四天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他打斷給我 我就說不行 這樣下去會感染 你趕快救救護車到彰化基督教醫院 當然我同時也知道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長成名醫師的所肯 所以我就 我跟病人說 你過來不見得中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開車 坐救護車 第二個 你過來成名醫師不見得救得起來 我們能幫盡量幫 那你要不要轉轉到彰化基督教醫院你自己看斷 他們當下夫妻就立刻坐救護車就飆到彰化基督教 他這個結論是對的 成名醫師從21週用人工養水跟他安安安安安 因為他破水了嘛 所以人工養水 安到25週歲安不足出來 小孩子700多公克 那在彰化基督教的小學很強嘛 這樣養到2公斤上他出業 他差不多在接近農曆過年的時候 抱小孩子來給我滿業嘛 抱起來5.1公斤 抱久了還會流汗喔 所以子宮頸癌第一期開完刀 還是可以勇敢先生小孩 這個小孩子非常 聽說非常聰明 會查暗觀色 我就跟 我就病人說 你這小孩子將來是台大一科 他還有七個胚胎冷凍 在博恩復申科 還是六科 他剛剛又寫那給我說 他要來指入 我就說那你要事先過來跟我安排時間 因為他畢竟子宮頸癌 他昨天去彰化基督教醫院找生命醫師做抹騙 確定沒有 他的癌細胞一定會復發嘛 如果不會復發就不叫癌了 就叫瘤了 所以這是一個子宮頸癌我們成功的案例 一次成功射南海